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其实我来美国就是为了追求自由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这个姓是跟你爱人的姓呢 不是 我爱人他叫Amir Jordan 他的那个 Jordan 就是篮球明星Michael Jordan 那个 Jordan 对 我这个是我自己起的 是我在认识我爱人之前我就这么叫我了 对 叫我自己了 包括现在我的孩子的正式的名字就叫Joe Freeman 对 对 已经在他那个名字里边 其实我确实也有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朋友 也想将来给自己改名的时候改叫Freeman 可以啊 也有 我们都是自由人 其实最开始包括Morgan Freeman 他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因为在就是美国废除黑奴制之前 好些黑奴本身他是没有那个就是Family name的 或者他Family name就跟他的那个白人的领主了 对 他们是获得自由之后好多人就给自己起名叫自由人 这叫Freeman 对 就是这么本意啊 就是跟自由高度相关的这样一个名字 我是1985年出生在东北辽宁的铁岭 大城市铁岭旁边的一个农村叫二道房 我父母那一代算是中国的比较早期的农民工吧 就是他们是在94年就是进城了 去到了一个辽宁南部的一个叫安山的一个城市 然后呢 那个时候他们最开始没有带我 是把我放到了一个远房的亲戚家 在那个镇子上 我在镇子上我上学上了一年半 然后呢 后来他们在城里边慢慢立足了 当时我爸开那个出租车当司机 然后我妈是帮人家卖衣服那种 然后赚了一些钱租了一个房子 觉得可以稳定的把我接过去了 然后我就在五年级的下半年就进到了城里 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出身 但是后来他就是最开始在农村是老师 后来他那个进城之后也就不再当老师了 但是毕竟是有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他一直也很在意这种家庭教育的问题 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就是 我在进城里边的第一次考试 我考了全班第三名 我数学满分 语文大概我记得97分 期中考试第三名不错了 一个农村孩子 对 我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第三名还挨揍了 挨揍了 而且我妈是 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妈边打我 她自己边哭 她就说 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从来都没有考过第三呢 就是都是第一第二的 你要不好好学习 我们家该怎么办呢 我们家没有希望了 这话我很熟悉 最终你靠学习 靠高考改变命运了吗 算吧 因为我高考考的还是挺好的 我考上了北大 考上了还是北大 号称北大里边最难考的一个学院 我们叫圆培计划学院 最终我从大学主动退学了 我是07年队到大四了 就是基本上再坚持坚持 写个毕业论文 然后还有几门课我没有修完 你要是坚持坚持就可以坚持住 拿到毕业证是可以的 就离一流学府的学历已经一步之遥了 对 你选择退学 对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点受不了当时北大的氛围 就跟很多人出国 其实想法是类似的 就我们一定要认出来 我当时一定要从北大认出来 发生了几件事 首先是当时就是有一个挺轰动的一件大的新闻 李敖 台湾的作家李敖 有一叫所谓的神州之旅 然后去北大做一个很大型的演讲 我去报名了 我想去参加他那个讲座 然后甚至我想提一些问题 跟他有一些交流 然后被拒绝掉了 拒绝掉了的理由 当时我们每个班是有一个辅导员 可能别的学校叫班主任 我们叫辅导员 辅导员就跟我说 因为你不是党员 他跟我关系比较好 他算是对我比较好的那种意思 就是小康你现在不是党员 而且你的思想有一点激进 所以我们暂时就没有选你 但是你加油 你不用担心 你以后要入党了 你就有机会了 他在这儿鼓励我那个意思 但是我当时知道 我是不会 绝对不会加入共产党的 对 我对共产党已经 因为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反感了 因为上大学之后 我慢慢看到一些关于六四的这些新闻 一些视频片段 我都看到了 对 然后看了一些书 关于自由主义等等 这样一些书 关于文化大明的历史 慢慢有一些接触 所以我觉得我不认同这个政党 然后我想跟周边的一些同学 寻室的室友来聊这件事 我发现很难聊下去 首先大家并不感兴趣 而且聊多了的话 感觉你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有点危险 你不知道吗 很多人就开始 就是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了 对 当然同学们为你好 你不要再说了 万一你这件事被导员 被什么人知道了 那你有点危险的 你被你记过了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生回来那种环境下是很压抑的 我感觉我没有朋友 我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去谈心的人 但是我有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说 没有一个出口 所以我想到的方式我就写作 另外一件促使我 一定要走上这一步的 就觉得已经厌恶的不行的是 当时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女生 跳楼自杀 她在未明必别上留下了一封遗书 那封遗书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格式 她就说我写下一张清单 清单的左面写我活下去的理由 右面写我离开的理由 结果发现左边空空如也 而右边却写满了很多很多 对 然后这件事对我蛮有刺激的 更有刺激的是 她写完这个遗书之后 第二天这遗书就不见了 被删掉了 对 而且她自杀这个新闻 留下遗书之后自杀这个新闻 本来我们当时已经有百度了 这百度我能搜到 后来过了大概一两天之后 我就发现完全搜不到这个新闻了 所以这件事让我觉得 这什么是个什么地方 这有点黑白颠倒的地方 连说都不让说 所以我当时觉得 我在这地团生活我要爆炸了那种感觉 所以我哪怕像很多人要认出去 我哪怕我要走线我要走出来了 类似的心情 对 有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我的肩上 我即使在北大呆着 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完成毕业论文 因为我每天我要 就是我要去上课 我都要觉得我非得让 哪怕定个五六个闹钟 才把自己叫醒去上课那种感觉 因为 就是对一切都很厌恶 提不起精神 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必须要 哪怕对我的生命负责 我也必须要有一个改变 但是也有很多很励志的故事 当时我也知道了像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 还有微软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 他们都是退学生等等 那也是会自己打鸡血的 要不然你很难走出这一步 对 所以在两可之间 我其实犹豫了 我觉得至少有半年的时间 最终才促使我决定走这一步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已经 我再待下去 我就真的整个人都废了 我就像到一种抑郁症的状态 可能我也要自杀了 跟中游戏的女生一样 我不能再这样 我必须要改变 所以后来我还是要走 我认为正是因为从北大退学这个事件 真正让我独立了 我不再依附于任何一个权威 或者一张证书 我就只能依靠我自己这个人 只能依靠我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 工作非常的拼命 这样一种状态来的 在我们我后来做图书出版编辑也好 包括我自己也跟别人和我创作业 一款好的VPN可以帮助你实现信息的自由和平等 我推荐Surfshark 这款VPN在全球100多国家地区设有3200多台服务器 加密技术达到军事级别 帮你隐藏在网络上的踪迹免出后顾之忧 选VPN除了考虑安全性还要看实用性 解锁被政府封禁的网站 畅详影视平台的资源库 消除热门网站的地区差异 这三大功能Surfshark都能轻松实现 甚至还能帮你在网购时拿到不错的折扣 另外Surfshark自带的搜索功能 能有效屏蔽广告 快速获得真正有用的搜索结果 帮你解约宝贵时间 影片描述里有我的专属链接 输入RockyTV 享受一期者额外再送三个月 更超值的是 购买一个账号就能连接无限量设备 虽然没有免费适用 但有三二天拓款保证 大家可以放心 我出了三本书 然后赚了一些稿费 当然稿费加在一块 我过去也就能买我的手机电脑 这些设备就差不多了 没赚多少钱 然后交了一些朋友 一些编辑朋友 一些读者朋友 仅此而已了 我没有成名 我依然无法靠写作 养活我自己 第一本书叫啥 叫青春我们逃无可逃 现在如果想看还可以买得到吗 可以啊 发现自己可能作家这个梦 养活不了自己 那又尝试了其他什么工作吗 对后来就曲线救国 我就应聘当编辑 当时我应聘的是叫薄级天卷 现在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出版公司之一了 出了非常多的在国内的那种百万级别的上销书 坦率讲做编辑到后来我有点愧疚感 因为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做审查 审查什么呢 它的政治是否合格 比如说我们当时 我当时做了一个项目叫难度北规 这个书还在出版 所以我就不具体说这本书了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概的框架 我前天后这个项目难度北规我做了一年多 而且我反复的去根据出版中枢 给我的意见去删改 不下20次 每次删改我就觉得我很被动 就是我不想删改 但是你不删改不能出版 你都投入了那么多 公司也投入了那么多 你不能不去做 对 但是这个书是很好的书 我不想说因为这本书出版的 我不想给它带来麻烦 我想说另外一本没有出版的书 就是当时有一本叫希拉里写的一本书 叫Hard Choice 就是艰难选择 然后那个书是另外一个编辑负责的 但是我参与到这个项目 然后我就知道整个这个流程 我们从封面 到那个目录到内容 每一项的删改都是要资助必较的 而我前后也是做了一年多的删改 有的时候删改甚至要把那内容 人家明明说的 希拉里在批评中国 在书里边 我们要改成希拉里在表扬中国 这不叫删改 这叫篡改 这叫篡改 是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这样做 我们不这样做书出不来 但是更被打脸的是 你即使这样你已经跪下了 对吧 最后书还是没出来 所以我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觉得我在干嘛 我到底在干嘛 我后来也是就辞职了 不干之后又回去 给我一个在不一天券的一个前同事 他当时已经成立了一公司 然后我就加入他的公司 也是有股份的 也是一个创业公司 然后去跟他一块做了三年 再做三年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审查的问题了 当时是19年的11是我们的那个 所谓的70年大庆 国庆 在那个之前的一年 新出卖中手就不断地跟我发文件 要求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导向要正确 然后你必须要符合这些条 必须要不能设计的是什么 其实有一条很荒谬的 说一篇小说里边 一个女主只能爱一个人 你可以离婚 你可以跟男朋友分手 但是你不可以再爱上另外一个人 管他也太宽了 这莫名其妙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根据他做改 但是后来我也觉得不行 然后我后来就专门奔着外企来投简历 然后很荣幸地来到了Apple 是哪一年进的苹果 是2020年的4月份正式加入的 包括苹果谷歌我都投过 他没有给我回复 然后我也在想 我是不是也要考虑西安一些本地的企业 也投了好多 有一些面试的 就是非常直接的跟我说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能跟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我说我有经验 然后我能力也不错 你的经验能给我们带来几百万的这种销售额吗 我说好像我努力工作的话可能未来可以的 但是他说我不是说未来 我说现在 我说那我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客户 他说那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你要跟那些刚毕业的22、23岁的人来一块拼 你也未必能拼得下 就是非常直接这种吃啰啰的年龄歧视 在做出版的时候 做出版 你一个小编辑还好了 小编辑你就天天就改错为字改稿子就好了 但是你要稍微比如说做到 普通编辑之后就是策划编辑 就是你要自己负责一个项目了 策划编辑之后是主任 主任之后你就要负责一个 一个团队整体的这种出版规划 以及团队的业绩产出了 你做到那一步之后 其实你主要打交道的对象 是中国的官方机构 新闻出版农署 或者总局下边的某一个官员 那个时候你会知道 这些官员真的是无耻到极致了 他们现在有一个施政的方法 叫无痕施政 他给你很多规定 他不给你文件 口头说 口头说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好 你改 改完之后冠山也给我 冠山也给他了 然后其实一般都是没有反应 你必须要打电话吹 虽然说行行我看一下 然后柜台又给你回了 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政策政策还得改 我说你我上次不是改了吗 那你这个政策变化了 你必须要改 就是这些人给你 就是有权力的这些人 给你的这种指令 非常的模糊 不具有执行性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追溯 你没有办法说 你给了我一个命令 你说这一点可以通过了 他说反悔就反悔 因为没有黑字白字在那 对 所以一切都在他们 就我们 我经常的感觉 我们做的工作 我印一个形容词叫史上雕花 是就是大便 大便 在你可能本来是一个好东西 就必须要给它弄成大便 因为你不要删改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大便你又说的很好 必须要出版东西觉得 出版有价值 然后市场觉得这个市场可以接受 有人去买 然后即使你做这个工作 你还要给自己的自尊要降到陈埃里 甚至要当一个这种 这种这种哈巴狗或者奴隶的感觉 领导的话是重要的 领导的生日我要去慰问的 你必须要记住 他们是最重要的人 他们是能够决定一本书 能不能出版的 因为中国有书号制度 他们不给你书号 你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跟他们接触多了 我就觉得 这当时是什么地方 从北大退学 是因为你在通过北大一些事件 你看到这些事情 包括看到这政党的一些面目 那学校呢 是社会的一个小缩影 那当你投入到这个真实的社会的时候 你依然接触这么多 你是如何在其中妥协了16年的呢 想证明自己 想要出人头地这种愿望 就是从农村最底层出来的 然后家里给我那么大的一个期望 我觉得始终有一个担子在我的肩膀上 必须要承担家里的重担 所以你必须要还是想办法来挣钱 这要挣钱养家这一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就是其实也没有别的出路 当时也没有说走线 我坦率讲我都没有 没什么听说过走线这件事 我现在回想假如说我早知道走线的话 我很可能我在从博弈圈圈 或者是从深圳那家科技公司离职之后 我就要走线了 我真的会那样做的 所以你一直以来心底是有一种想顺持续的想法 有的很早就有了 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是没有走 主要是一直牵挂在那儿 因为我老妈一直在 我父亲留有年去世了 但是老妈就一个人 毕竟在国内 然后再加上毕竟每个一段时间能在国内 毕竟还能找到工作 没有到彻底绝望的一个完全没有收入的地步 倒也没有到 然后我就录了一段 就是给我自己准备的一分钟左右的一个自我介绍 Hi, my name is Atticus 然后I love Harry Potter 然后I'm going to work for Apple 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介绍 I want to make friends with you 然后在个人我能找到的渠道 去给外国人发 比如说Facebook, Twitter 对吧 比如说 你得翻墙呀这些 我会翻墙 对 我很早就会翻墙 很巧合的就是我老婆就是其中之一 收到了我的语音了 对 然后收到之后其实非常多的人 我记得我当时发了一个不下一百个人 很多人都给我回了 很多人都非常nice 现在还有联系的 然后但是我老婆是其中唯一的一个 我知道她在上海的 因为我们聊得多之后 她说我在上海当老师 你来上海 我马上上海 那么赶紧约一下见面吧 就是这样 见面之后 然后就发现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 然后我老婆也是 非常资深的哈利波特的粉丝 对 现在还加持 然后再加上我们都喜欢打羽毛球 她也喜欢打羽毛球 跑步这些 所以慢慢就比较聊得来 再加上我们有很类似的背景 我老婆是她是黑人 然后她妈妈是老师 她也是只有妈妈 我当时我父亲驱使得早 所以我也是只有我妈妈 绅士这方面必要 绅士 对 我们都是老师的家庭 都是从小被严格要求的 对 她也是 就是跟美国那种孩子很 大家自由自在随便跑的状态不一样 她从小被妈妈也是很严格的要求 要有很好的这种学习成绩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然后后来就比较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 对 所以从中国就开始约会了 中国约会结婚生娃都在中国 孩子也在中国生的 对 还在上海生的 哇 你这没多长时间进展很快 进展很快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像这种跨国的 尤其是跨种族的婚姻 是 可能里面有很多文化冲撞 一些生活习惯 有的 你和你太太之间 尤其她是一个非裔美国人 是的 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这种事情 举个例子 我我们家里边 我之前是不怎么做饭的 我可能有一点东北的那种 这偏大男子主义吗 就是我和我妈住在一起的话 都是我妈自动的承包的时候做饭洗衣服 当然我内衣会自己洗的 但是我的 外边的衣服都是我妈帮我洗了 或者直接送到洗衣机都是他来负责的 但是我跟我老婆来洗就不行 就必须的 他只管他自己的 这也不管 他就会问我 为什么你这个衣服还在这 还在那个篮子里 然后做饭 做饭比如说说好了 我们才要做那个时间 一三五是他做 二十四六是我做 那到星期二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能临时有事回家晚了 回家晚我会想 那可能你回家早你先做呗 然后我到家之后 发现没有任何东西 然后 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出去饭 他说今天你做饭 这是你的责任 你必须要做 所以这一点就是 比较较真 对比较较真 就是你做了什么承诺 你要遵守 这一点非常的认真 我现在还在适应 有的时候坦率讲我也不太适应 包括 前几天我们还吵架呢 因为 我去海军 体检那一天我忙了一整天 我凌晨三点起床 然后 加上我要开车两个小时去体检的中心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 但是那一天按照规定是要我来给孩子洗澡 然后 但是孩子是当时是已经睡觉了 是他也帮我洗了 他说可以我帮你洗 但是 我回家之后 因为孩子听到我声音又醒了 他说那你至少你要把孩子哄睡 带他读书 我说我已经这么累了 我凌晨三点 我不能 我开了两个小时我就头鼻晕不行吗 他说不行 只要你能坚持你就必须要做 然后我就是火大在那个状态下 我说你怎么没有同情心 对 但是他们比较在意承诺了 你和你爱人这种这种组合 尤其是你在中国的大街上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是的 非常经常背后指指点点 对 有没有给他 特别是给他带来一些困扰 认识我之前他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 所以他习惯了 最开始他不习惯 后来他习惯了 但是他的习惯是什么呢 他不是习惯我就默认了 不是的 他是 习惯是指 好 我知道有人在指点我 比如说我们俩一块走 那一帮小孩在家旁边家长就在指点谈 他能听懂一点中文 知道之后他怎么办 马上回过头 去对着他们说 你们要跟我说话 你要跟我直接说 不要在背后议论我 但是他是中国英文夹杂那种那种方式 我觉得有的时候挺可爱的 但是有时候觉得挺tough的 就是有的人也不客气 就直接吵 就是我没有谈论你 你怎么那么敏感 之类的 就会吵起来 但是他不怕冲突 而且 我们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 我们在上海 你知道2022年3月到6月 我们小区是3月18号那天 突然被封闭的 嗯 我们就不能出小区了 一直到6月1号才解封 有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就只能在那个小区里边 然后呢 在后来也是 比如说有团购 因为没有吃的嘛 团购后来涉及到你去 门口领餐的问题 有一天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就是 已经是半夜了 已经是10点 10点半左右 然后 我们两个下去 领餐 就是我们订的团购订的东西 在大门口 但是那天 我记得我戴了口罩 我老婆忘了戴了 他也不是有意的忘了 平时他也会戴的 但那天就是恰好忘了戴了 因为毕竟很晚了 到了门口之后 门口聚集了大概有四五十个人 因为一块团购的 然后看到我们出来之后 刚老婆没有戴口罩 他们就马上开始一轮 然后就分开 就离得很远 然后就开始有指责 你这人怎么不戴口罩啊 不戴口罩怎么能下来 你赶紧回去 然后我老婆知道之后 马上就跟着 一个人面对四五十个人 马上就开始说 他说我不戴身有望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家里的孩子在等我 我必须要拿我的东西 他们有的人就拦着那东西不让拿 所以我必须要拿 炒到什么地步啊 有的上海人就是要 动手要打 要打我们 然后有的人录像 说把他们赶出去 一定要把这叫警察 一定要给他们赶出去 然后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然后这种我们对峙了 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 就是互相骂 那一度挺危险的 我也在跟他们在 就这样保护我老婆吧 但是我也挺危险的 我也觉得 要不然他们赶紧走吧 之后他还是拿到东西 但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说 后来警察给我们打电话 他到后来 他最开始去上海之前 他其实对上海没有太多印象 去了之后就发现 这么多高楼大 这么先进 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好像像纽约一样 然后待了几年之后 尤其是到了疫情 就是比较越来越管的 越严格之后 他就开始跟我一样 变成一个非常严重 非常坚定的反共分子 天天骂共产党 天天在他们外国人群里边说 这个共产党是一个 根本就不考虑人民利益的 一个 完全不尊重人权 完全不尊重人权 而且他受不了的是 他会杀猫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 那个杀猫杀狗 就在小区里边 他们外国人会传这些视频的 就是有的是 比如说人被拎出去隔离了 然后屋子里边 可能有一条狗 然后就直接大白上门 就去给狗打死 那种视频当时就带外国人去里边去传 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当时 你的孩子和父母 比如说你孩子是检测是阳性 但父母不是 强行的给你分开 或者父母阳性孩子不是 都给你强行的分开 孩子是放在一个就是医院的一个什么地方 呃民意上有护士来照顾 但是必须要跟父母分开 这个他们老外他们接受不了 对 所以他们一直 我老婆非常坚定的反共 他后来也报名加入海军 他说我也要跟共产党干账 这样 得罪他了 他说共产党得罪我了 那像你们这种不同血统 不同肤色的结合 当时父母是什么意见呢 啊对 说到这儿 这也是一大文化差异的 是的 我突然想到这一点 对 呃我家里是很震惊的 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震惊 都没有完全走出来 我我认为哈中国人 真的有种族歧视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 我家里的一个亲戚 嗯 非常好的亲戚 这都不是坏人 都是对我很爱我 对我很好的人 就是有时就问我 就说 哎呀凯 你怎么找一个黑的 你不找一个白的呢 那我就说 哎你你你你早上起来 你不害怕 一看是黑的 说这话也太难听了吗 我很紧张 我老婆跟我家人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 幸福有一张语言的结合 语言的隔阂 对 如果他完全能听懂中文的话 我觉得我那个真的是寄险不宁 我没有办法把这些传递给我老婆 没有办法翻译 有的时候我们在聊 都是类似这问题 我老婆问我 他们在说什么呀 我我我我我怎么说 我只能编个瞎话 我就说啊 他们说做做什么饭吃的 然后就在聊我们的事情 对 有的时候 坦率讲我都不是坏人 都是很好的人 但是真的骨子里边有这种就会 根深蒂固的 根深蒂固的 偏见甚至歧视 可能也是也是我们这个角度去揣测人家 觉得你看他非裔嘛 他都是身体素质非常好的 对 像但是这个黑人女性 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阳刚的 很爷们的男性 他说是不是他们看我们中国男生 都太弱小之类的 会吗 真的不是 现在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跟外国人 接受的少的时候 我也会有这种对一个族群的这种刻板印象 对对对 但是当我接受多了之后 我发现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办法总结出来一个可以通用的公式 就是说黑人女性就一定喜欢什么样的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我老婆他之前他认识我之前上海也 也在过上海本地人 他也跟我说过 他可能我老婆偏喜欢的是偏运动型的 对 但是他说他之前这个人也是比较矮 我是1米9 我算比较高的 他也比较矮的 然后后来我老婆也打趣 你认识我是不是就想拿到签证 是不是通过我拿签证 我说我认识你的时候还真的没有特别的这种想法 因为当时你也知道 我老婆也知道我 我并不是奔着那个目的 但是我是有出国的打算的 而且最开始是告诉他的 对 你具体是哪一天入境美国还记得吗 1月11号 1月11号 对 今年的1月11号 对 这么短的时间 对 那这半年多在美国生活的体验怎么样 就像你之前采访过的一个嘉宾 这是我的国家 我愿意为他而去奋斗 将来如果遇到战争 我愿意为他而去牺牲 这就是我的感受 一模一样 对 很赤宠的话 就是 那观众估计也留意你这个帽子很久 可能了解一点的 可能会知道你这有乌克兰元素的 但是对于你头上这个标灰 对 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这是乌克兰的军标 这个代表乌克兰的军队 包括你手上戴的手环 包括你包上的一些东西 对 这个是乌克兰的军旗 这个是乌克兰前线的一个团的战士 给我的 我给他们交了一台无人机 他们开了我这个 请大家介绍下来